第三個 第一尊友篇 很多人說真的有第一嗎 第一誰去看過 對不對 好 我現在講個故事給各位聽了 挺有氣的 這真實的故事 發生在1979年次夜 台灣桃園地方法院一個書記官叫查一峰 查一峰現在已經死掉了 他裡面有個同事叫劉國進司機官 跟他身高長得差不多 臉型很像 態度胖瘦都一模一樣 在查一峰還沒有死以前的一個月 有一天 劉國進司機官就在他的辦公室 突然間感覺脖子痛痛的 他就不由自止的走下大廳要到餐廳去吃飯 結果走到中央大廳的時候 昏倒在現場 就被檢察官 林靜本檢察官看到 林靜本檢察官就通知法檢陳新貴 趕快把這個劉國進司機官送上車 送到桃園的閩聖醫院去急救 因為這個案子傳開車講得很有趣說 他被勾文書者抓走了 結果呢 這個台灣聯絡報記者邱傑就採訪這個有趣的新聞報導 那麼就問這個劉國進當時的過程怎麼回事怎麼變這樣 劉國進被送到桃園閩聖醫院的時候 指甲花黑就已經接近死亡了 當時時間是十二點 他總共到三點醒過來 總共三個小時 三個小時 人躺在桃園閩聖醫院 魂已經不在現場了 記者問他 他說明明說他感覺脖子很痛 有繩子肉質上的脖子 然後呢 有兩個標形大漢壓著他 就好像我們現在法官在辦案 兩個罰警把他換人帶進來 意思是一樣的 他說那一道門很奇怪 很高很大 踹開就另外一個地方 踹開就這個地方 就表示現在科學家講的 維持空間 現在最高有到11度的維持空間 我們這個地方是三度空間 結果呢 這兩個標形大漢把他壓出去 踹到了經過那個門以後呢 不同的空間 也就是說 他進入所謂的 我們一般講的陰間 我們這個叫陽間 結果桌子上有做一個穿黑袍的這個人 他眼睛非常對立 他就看到這兩個鬼族把這個劉國軍抓來以後 他就看著他 他跟他講說 你抓他來幹什麼 你抓他來幹什麼 那兩個也很老實說 這不是你叫我們抓的嗎 抓了 抓回去 換回去 換回去 結果呢 在半路上把他放回去的時候 他是學法律的 他說 你們這樣把我壓過來 是妨礙我的自由 我告你妨礙我的自由 兩個都不理他 也不講話 到那個門把他踹開以後呢 他把他丟下去 他躺下去 站起來就回魂了 三個小時 各位 人躺在那個地方 神是已經離開 彷彿夢境一場 所以有時候我們講說是黃粱一夢 人生如夢 就是這個道理 這個是第一次尊友篇 我來跟各位這樣做一個 這樣一個分享 那麼後來他到仁愛醫院去檢查 身體很健常OK的 現在還好好的 在劉國進市機關